探索科学兴趣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了解地震的实用知识 通常地震发生时楼层越高 这晃动的幅度会越大 不过随着地震波的传送 波峰跟波谷位置的晃动幅度就会有所不同 而地震当下高低楼层又该如何正确逃生呢 带您了解 天咬地动 大楼瞬间倒塌 这样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大地震的发生 一般人都以为楼层越高摇晃程度越剧烈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大楼的摇晃 其实是随着地震波起伏摆动 大概差不多在12楼到15楼的这个位置 是震动最大的 在另外在加倍 就比如说在24楼 25楼 26楼 在这样这几个地方 就是它就是因为坡它的固定 地震坡的固定的坡峰的位置 它的摇晃的位置会比较大一点 原来当地牛翻身时 地震坡会依序向上传递 各楼层会随着波峰和波谷 出现不同的摇晃程度 根据以往资料统计 波峰的位置大多落在12到15楼 24到30楼等楼层 因此这些楼层会晃得比较明显 不过摇晃程度最大的还是顶楼 如果将地震坡比喻为一条甩动的绳子 当波传递到绳子尾端时 没有介质能够继续传递 便会释放波的能量 产生瞬间而且巨大的振幅 波的能量 它其实不是因为介质 而传递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断点 让这个能量直接要在这个断点上释放 所以它通常会在这个断点的位置 摇晃的会比较厉害一点 除了地震坡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晃动之外 随着大楼结构地质软硬不同 每一栋建筑物也会有自己的晃动频率 当这个频率与地震坡同步时 就会出现所谓的共振效应 让摇晃程度更加明显 那如果地震波摇得再快一点 那只要吻合了它的振动周期 或是振动频率 那它就会发生共振 此外地震发生时 高楼层的摇晃程度虽然普遍较强 但是低楼层反而会承受费打压力 要是建筑物不够稳固 就有可能面临崩塌危机 一般来讲就是高楼层 它的摇晃的大小会比较大 就是它会摇的位移会偏大 但是低楼层它摇晃的没那么大 但是它的力量是大的 不论高低楼层都存在各自风险 那么地震发生时 又该如何正确逃生 低楼层如果说你能够 短时间就离开房子 那当然是离开房子 到达空地 那这个是最安全的 那如果高楼层 甚至不要说高楼层 就是二楼以上的房子 通常地震来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保护自己 那保护自己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 我们就是要趴下掩护 然后来稳住 居住在板块遭借带的台湾 学习如何与地震共处 将是我们一辈子的课题 了解正确的防灾知识 才能在灾难发生时 自救而且救人